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王说的果然没错 我们今天抓了好多礼物呢 星位补 丙 一人身起 人中日阴 星位这一天占补 丙真问 第二天人身会放晴了吧 结果人身那日阴了一整天 下了这么多天的雨 都没办法出去打猎了 明天总该放晴了吧 假身补 马为白子 假身这一天占补 即将出生的马仔会是白色的吧 哎呀 我家的马要生了 这次要能生出一匹白色的小马 那该有多好啊 在硅甲和兽骨上刻字的特殊方式 让这些记录商代人生活点滴的商朝日记能够保存至今 一个存续五百余年 距今三千多年的古老王朝不再是典籍中的虚影 这些刻在甲骨上的符号 生动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与现代汉字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标注 那甲骨出土之后呢 中国的信实一下子就可以推到商朝去了 我们的文字的伟大之处在于能看出我们的文化 你今天看了一个汉字 你能想到三千年前那个字怎么造出来的 三千年前有个什么样的文化传统 从甲骨文中我们看到 三千年前的中国人书写用笔 打猎碗弓 出行坐车 甚至宴会有酒 歌舞奏乐 殷墟展示了王朝后两百年里最辉煌的模样 但在迁都殷墟之前 商王朝已经发展了三百多年 在比殷墟更早的时候 商朝是什么样的 答案都藏在一座沉睡于现代都市的古老城池中 河南省郑州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成为了中国北方重要的现代化都市 尽管可见的历史遗迹不多 但它依旧位列中国八大古都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郑州保留着一座相对完整的商代早期古城遗址 郑州商城 这里就是商朝早期建立的国都 这商王朝啊 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迁都 那么哪个都城是它第一个都呢 我们现在认为就是郑州商城 郑州商城的建立 意味着商王朝的国家的开始 所以所有的商王朝的考古 要是讲王朝的话 从哪开始 在古城遗址的东南角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开馆在即 这里不仅展示着商代早期国度的众多文物 一座面积达500平方米的郑州商城沙盘模型 也即将落成 这个做得不好吗 不好吗 那你看着看不出来啊 康层什么也都看不出来 太小 那个做哪一点还能缠乱 分层啊 其实要有点层次最好 你比如说边上应该配套一些墓葬 沙盘整成这样的效果 看着就壮观它 小人啥的没上了 细节没动什么 经历过郑州商城发掘的远广阔教授 要让这座模型完整地还原出3600年前 商代国都的面貌 包括那些已经被时光淹没的细节 沙盘我想重点是直观性嘛 就让这个观众能一下子有一个总体的印象 但是它确实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沙盘怎么样能真实地复原 郑州商城确实是有很多困难 模型复原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城内建筑的样式细节 商朝建筑均以土木为原材料 今天的考古专家仅能够看到建筑机制 房屋的上半部分没有任何实物保留 如何还原商代房屋的细节 专家们期望在甲骨文中找到线索 商代这个早期的 留着那个建筑坎的补补 在甲骨文中表示建筑的文字有很多 如公 室 家 宅 宗等 这些字均包含棉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宝盖头 这也是尖顶房屋测试型 甲骨文为复原工作中 那些没有实物留存的部分提供了依据 但要复原整个郑州商城 还需要更多考古资料的支撑 这段与现代都市格格不入的狭长土台 是沙盘模型最重要的参考 它就是3600年前 那座繁华商城的轮廓 飞机开机 那现在是看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两个城墙之间这个缺口 实际上是早期的时候 在这里是有一些城门的遗迹的 一般的古代的道路和城门都有沿用的特点 因为我们在地面上很多信息我们是看不到的 但在天空中是能看到的 那你把那个 就是刚才门那个缺口的那个掉出来 我看一下 有多少米 距离应该是60米 随着3000多年来的城市发展 道路与建筑交错其间 城墙上形成了十余个大的缺口 而商代城门就隐藏在这些缺口当中 如何确定城门的位置 远广阔试图用甲骨纹来破解谜题 它目前不是那个有12度缺口 就是这些缺口不太确定 就是说这12个哪些是商代的 哪些是后代的 就缺口这个问题呢 我们考物上发现的 就是在郑州商城这个过程内 在一个歌上出了一个名文 这个名文呢 一般我们看到的就是 就会说它叫个雍 实际上也就是成的这个意思 这件出土于郑州的青铜器上 著有金文雍字 甲骨文与金文写法一致 与之相关的字形有成字 像成员的样子 是成的早期写法 表示成锅的雍字 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两个或四个 表示城门楼的箭头型符号 这个名文呢 就是一个方程 然后有四个城门 但是我们考古发现的小型的城值 就是在郑州商城有一根文 所以说呢 按照这个名文的推测 郑州商城比如说 放在工程的话 可能工程也是这样的 就是四个门 与同时期的商代城义相比 郑州商城的面积 是旺京楼城值的25倍 园区商城的23倍 甚至比掩尸商城还要大一半 郑州商城如此庞大 显然不可能只有四座城门 商代的城值的规模呢 大多的城值是十万平方米左右的 像郑州商城这种 上百万 几百万平方米 它的这个城墙上的城门就比较多 在三分之一处开城门 这个城门规划应该给它来工程 郑州县是想吻合的 然后我们才发现郑州商城 可能每个城墙是两面门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 做沙盘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随着郑州商城细节的逐步还原 沙盘模型也即将在工厂车间里制作完成 圆广阔要进行最后的验收审查 与它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郑州商城 第一次以食物的方式出现在它的面前 这座沙盘模型会是它心目中的郑州商城吗 商王朝为了这个体现自己的这种地位 它一开始的规划 那就是一个大的都一的规划 而且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级的这种大的都一 城墙和道路将城市划分成了众多区域 城内既有公贵族礼仪活动的专门场所 也有平民负责耕种的农田 居民们除了制陶 筑铜 制骨 纺织等日常工作外 有时还需要参加祭祀 筑城 巡逻等公共活动 有的家族从事农业 有的家族则专注畜牧业 养鸡 猪或放羊 城中还有专门的集市 以供大家交易物品 商朝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这个文明 一定很发达一个时期了 它都有一定的规划和布局 我们明显能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手工业作坊 是在内城的外面 这些应该都是当时这个社会 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体现 都市 文字 青铜器是文明形成的三大标志 发达的郑州商城 向我们集中展示了 商王朝在起跑线上的薄发姿态 在都城以外的广阔疆域上 还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诚意或部阻 商王朝如何将自己的触手 从都城伸向四面八方 这些地方势力与王朝中央有怎样的关系呢 湖北省武汉市 有一座城义遗址的年纪 与郑州商城相仿 不同寻常的是 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数量甚至远超国都郑州商城 这里叫做盘龙城 因为铜资源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命脉 也是军事命脉 还是政治命脉 盘龙城刚一发现的时候 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就是认为它是和中原王朝并列的 一个独立的文明 正因为铜的重要性 它的管理和铸造权 一直垄断在国家手中 王岐筑黄旅 殿血会今日以为力 商王亲手铸造铜器后 用牲畜的血来祭祀 商王对于筑铜的重视可见一斑 如此重要的青铜器 为何会大量出现在盘龙城呢 在武汉和郑州 一场关于盘龙城绅士的调查 正同步进行 南方科技大学的陈辉 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侯卫东 分别在盘龙城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 收集商代时期遗留的食物残片 进行对比分析 小泽的这个工作 我们是从那个15年开始的 然后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发现有大量的 这个与筑铜有关的这样一个遗物 所以整个从遗迹的现象 也包括从遗物出处的情况 能够证明这个地点 应该是个筑铜的遗址 沿着盘龙城顺江而下 到江西一带 有大量的铜矿资源 这为什么会形成这么重要的城市 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什么呢 筑铜遗址的发现 说明商朝特别授予盘龙城筑铜的权利 这仅仅是因为盘龙城靠近铜矿吗 从郑州商城的考古现场 浮现出另一条佐证两地关系的 有力线索 这个气氢正常常 发现这么多年没有见过 这个东西比较少见 不像本地的 感觉是像长江中泰游地区的 有点像布这个这类气物 有点可能 看到比较像 作为商朝的第一个国都 郑州商城出土的文物 兼容着全国的文化特色 盘龙城也包含其中 这一件呢 也许是黄米盘龙城的工匠 来到郑州商城 也许是盘龙城的人 来进攻到郑州商城的 确认两地相似淘气的原产地 将帮助我们了解 郑州商城和盘龙城 文化同源的程度 因此 两地相似的陶瓷碎片 分别被带回了实验室 你看这个颗粒比这个明显大很多 这个比这个大很多 这个孔洞好像多一些 我们通过取得盘龙城和郑州商城 很类似的这种陶瓷 通过岩像发现 它们的材料和烧成温度 都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盘龙城和郑州商城 比较一致的器物 是盘龙城本地生产的 而不是郑州生产的 反映的是一种 盘龙城对郑州商城的一种认同 它的文化属性上 是属于郑州商城的 实验室的分析结果 证明两地的陶气 虽然外观一致 却并非产自同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 并不存在进攻或掠夺 更有可能的是 同源文化在两地 分别展开了生产 对此考古学家 做出了大胆的猜测 这个盘龙城 我给他的定位是 山王朝早期的 直接控制的长衣 因为同资源 就相当于是 这个山王朝这个 早期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 所以这个山王要直接控制 设置这个直辖义 商人先民究竟是如何从郑州商城南下千里 在长江之畔建立一座文化铜源 分管青铜铸造的直辖市 我们不得而知 但商人在国土四方 建立盘龙城这样的城义 形成以都城为中心 多城义 众星拱月般的地理格局 和治理体系 确实加强了 商朝中央政权 对广阔国土的有效管控 无论是盘龙城 郑州商城 还是后来的殷墟 山王朝的势力范围 都集中在大陆腹地 而目前已发现的15万余片架骨中 却由一片海外来刻 它是商代最大的占卜龟甲 被考古学界称作马来龟 占卜的这个龟 在安阳地带可能是不够用的 所以有各地会进贡乌龟 来供给山王寺作为占卜之用 那么这个马来龟呢 根据研究安阳这个地方 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龟 所以推测那就是由外族进贡过来的 甲骨文中的龟有两类写法 一种是测试图 一种是俯试图 地方向山王进贡乌龟的记载 不在少数 杨入念 杨国进贡了二十只乌龟 杨是商王朝的附属国族 杨国受到了一个叫攻的敌对方国的侵扰 便向商王朝进贡了二十只乌龟 祈求商王派兵援助 而攻方也曾多次进攻商朝 因此 杨国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商王的回应 贡人三千呼 伐攻方 商王征召三千人 征伐攻方 这片甲骨记录了商王 最终向攻方发起了反击 类似杨这样的附属国族 大大小小 还有近百个 散落于四方 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诚意 犬牙交错 他们定期向商王朝供拿各种物品 其中就包括龟甲 这些龟甲 为商王的占卜提供了原材料 证明了方国与王朝中央的同属关系 而有些龟甲的来源地 也体现了商王朝影响力 所能达到的神经没收 马来龟便是如此 马来龟 它是指龟的品种 那并不一定说这个龟 就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也不能证实说 商朝的势力范围 能够达到马来西亚 虽然商代文化的辐射范围 并没有远及马来西亚 马来龟很可能是通过商业贸易 辗转来到了中原地区 但是商王朝国力强盛 其发达的文明影响到了周边的大片区域 四川广汉 那个和商王朝同时期 被巴山属水蒙住面容的神秘政权 也许就是中原商文化 在西南方向的辐射边界 三千堆这一根处置的东西 它处在三千堆 但是它自己所带的信息 却超越了三千堆 比方说这件同尊 同尊本来是中原商王朝 商文化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礼器 但是它处置在这儿就说明了 古蜀国的人或者三千堆的人 学习了或者引进了商王朝的这类东西 中原商文化可以影响到西南巴蜀 这证明了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虽然有限 但可以凭借强大的国力 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 以自身的社会习俗 手工业技术等文化因素 广泛辐射大中化本土 在商台早期兴起了一股城市化的浪潮 通过这种大量的城市化 来控制广域范围内新征服的这些地域 当时的世界上 可以说这次影响力是最大的一个广与广泛国家 商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 新的朝代伴随而来的是新的开拓和创举 而甲骨文的发现带领我们穿过历史迷雾 看到商人铸成为家 铸铜冶炼 这款甲骨还挺大的 一眼能看出来是哪一起的甲骨 像电运朵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叫手持式三维扫描仪 它能够表现得最好的是立体的器物 还是说像输了一页的哪一种效果会更好 立体的会更好 1995年 从北大博士毕业的李宗坤回到了家乡台北 二十多年后 为重新整理母校北大收藏的四千余片甲骨 已是权威甲骨学者的他 又来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尽管这种三维扫描仪 在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一片甲骨的扫描 但李宗坤还是觉得踏片更适合这批甲骨的整理 影像技术再怎么发达我都觉得踏片还是不可取代 踏片能展现出来的那种优势 它所能带给我们的那种方便 目前所看到的没有哪一个设备是可以取代这个功能的 李宗坤决定为留校学生开授一门甲骨踏印的小课 要通过模糊风化的密码还原三千年前的日常细节 在新技术之外还需要老派的工匠情怀和浪漫的想象力 做踏片你要选对纸 这一款纸是一种叫做扎花的纸 透光很薄很细 这个骨头本身阿富不平 这样子盖过来是三遍的都可以弄到 那把纸弄上去之后呢 把有字的地方就是用这样敲 这样子就能把字口弄进去 不是纸对有字的地方敲 而是每一个地方都要敲 它把它去弄 现在沾的末了一定要在一个没有用的纸上面先动一下 你就是要用很轻的力量拍 几乎是没有用力量的 相对来说我们踏片还能够看得清楚 叶白分明 李宗坤踏印的这个字 是北京大学校藏甲骨上最常见的文字之一 贵坐的人背对装有食物的容器 嘴巴向外 这个字就是今天的记字 它的本意是指吃完饭 如今演变为已经的意思 而正面对着装有食物的容器贵坐 准备进食 则是今天的吉字 表示靠近 在甲骨文中 类似与饮食有关的文字还有很多 我们透过这些文字的元素 再结合文献记载 一场宴会的乐声已经远远传来 这是一场规格很高的接风宴 有食者自远方来潮 伤亡不亦乐乎 亲自主持宴席 并叫来了其他方国的贵族陪同 食者贵族在自己的餐桌前 听商王亲自介绍起这顿国宴 食材的盛放对应专门的器具 绝成酒 顶放肉 贵盛放黄小米 肉是在粒中烹煮的 其间锅器征堂推杯换盏 宾煮静患 三千多年后 这些盛放在博物馆中的器具 已变得有些高不可判 但透过顶 力 绝 这些象形文字 仿佛能看到每一件器具 曾经的使命 冰冷器物背后承载的烟火气息 也让商代人的生活情境 重现在我们眼前 商代的不管吃的喝的 基本上都是青铜器 那我们现在在博物馆看到的青铜器 都是擦得干干净净的 甚至于血量的 在当时它就是一个用品 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些考古工地 刚挖出来的铜器 里面是有食物的 有那个动物的骨头 那就表示说他们当时是拿着这个容器 装着食物去祭祀的 从商代的青铜器做的这么精致 工艺这么好的情况来看 我想他们的那个工艺水平 社会生产力一定是很高的 新铜镇的银子 对我们一起玩 就有食物的银在有一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天前 这名负责填列的官员 犬官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有一只剑兽的大老虎 在基地山路出没 伤亡认为这种真奇的老虎是一种祥瑞 他很高兴 并叫来了真人对此事进行询问 占卜过后 他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抓捕方案 由于老虎凶猛 担心抓捕时造成人员伤亡 他们小心地确定了老虎的大致位置 设下陷阱 焚烧山路 抓捕猛兽 在鬼猛那天焚烧之后 山中的其他野兽 也被驱赶到了犬官射下的陷阱中 伤亡最终捕获了水牛十一头 野猪十五头 兔子二十只 以及那只凶猛的老虎 除了这些猎物 某些奇珍异兽的突然出现 也会让伤亡的外出游行 意外地变成一场有趣的狩猎 在三千多年前的某个丙午日 伤亡到环水畔游玩 忽然发现 远处水边趴着一只大猿 伤亡与手下立刻张弓搭箭 连发四箭 全部并重 为了纪念这次人与大猿的偶遇 伤亡命人铸造了一件青铜猿 并将过程记录在这铜猿上 青铜猿背上的四只剑尾 仿佛向后人诉说着他的遭遇 田猎不仅仅是为了抓取猎物 用火焚烧山林驱赶野兽的同时 也将树林变成了农田 用于农业生产 而狩猎的对象 往往是凶琴猛兽或者奇珍异兽 这对上午的伤亡而言 是最好不过的游玩方式 狩猎的过程又需要众人协同合作 因此田猎还带有军事演习的色彩 在商代社会生活中 田猎一直扮演着多重角色 打猎的猎场 经过整理之后 很快就会变成农地 农地当然耕作就能耕作 是从农作物来 打猎可以猎祸到野兽 就是肉食嘛 肉这一块 那么变成农地之后 可以种成农作物 就变成植物这一块 所以肉食跟 就分的树的都有啦 当然如果社会发达的话 这种模式要发展会更快就是 那个圣伟是第一次来的 在我们国家历史上 比如说在黄河里域 就是第一次出现 我们叫庙底沟扩张 就这个时候这个套篇到处都是 所以中华的华 这个华 这个房体那个写法 有人说就从这来的 唐继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工作站原站长 曾多次主持 殷序的重大考古发掘 这些看似普通的残碎桃片 在他眼中 都有着特殊的前世经生 如今的唐继根 已经离开奋斗二十多年的安阳 在深圳开始尝试新的考古研究 近几年 唐继根根据丰富的考古发掘经验 利用3D建模技术 尝试完成复原商代服饰的科研难题 其实对我来说 研究服饰这个想法其实蛮久了 有些木葬出走的清通器上 它会有那个丝织品的硬痕 那硬痕就意味着它本身 它是一块布嘛 还有应许出了好多好多这种装饰品 甚至好多浴管 那些东西我推测都跟服饰有关 如果你一件文物你把它当独拿出来 其实没有太多的意思 但虽然也能看出很多问题了 但是这种文物一旦把它组合起来 比方说一个浴管跟一个浴脏跟衣服联合到一起 那就是一整套啊 那就叫穿戴了 这就有意义了嘛 这个官室我觉得可能要把这个裹到头顶的那个浴脏跟那个上面那个光分开 像那些纹饰 它几乎是同一种图案的一个重复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服装的话 那这些细节都要变成正式 在过去 复原一套完整的商代服饰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在阴虚出土和服饰相关的文物中 有大量细节无从考证 而当唐继根团队把另外一个商代文明的视角加入到研究中 许多疑问似乎找到了答案 这个文明就是古蜀国 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遗址 在唐继根看来 三星堆出土铜像的服饰和阴虚的服饰有着密切的联系 甲骨文里头有很多的补词 就直接说这两个国家有关系 比方说商王他账卜说 今年古史我收成如何 这是他们有交流 有交流 不仅仅在甲骨文上去看得见 实际上在他的文化线下上 在服饰上同样看得见 衣服 光 耳饰 耳坠 把那个出土的照片 一个一个去仔细地看 那么现在耳黄呢 只看到耳洞 没有看到耳黄 也就是我们现在就缺失这个东西 那这个耳孔戴的是什么样的绝 是玉的 还是铜的 能戴铜的耳绝吗 就是说如果铜的话 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啊 当我们讨论着明星身上亮眼的新配饰时 考古学家则在争论 三星堆的同利人究竟配戴什么耳饰 殷须出土的文物 同样说明商代人有打耳洞的习惯 但他们为何戴耳饰 又会佩戴什么样的耳饰呢 在甲骨文中 一些文字给了我们生动的参考 眼前这三个字的字形 像耳朵下方垂有装饰的样子 被学者视作意思为 古代的朱玉尔式的耳 在这片甲骨上 就记录了一个有关耳的供纳事件 一名叫紫的贵族 为了迎接商王武丁 镜向了一件有文式的玉龟和九件玉尔 唐继根团队虽然一直没有还原出耳饰的具体形象 但根据烤狗食物并参考甲骨文 他们对耳饰的佩戴情景有了一定的判断 这些人像上有耳觉 它其实都是在一种特殊的 特别隆重的环境下穿戴的 比方说三星的祭祀坑 那些人像都带着耳觉 比方说江西新冈大墓 那个神像也有耳觉 那么殷虚 好奇怪 耳觉没那么多 但是一旦出土 也都是贵族墓 有这种耳觉 所以耳觉这个东西 我认为高度受重视的场合 是一定要穿戴的 它也跟祭祀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耳饰的研究将会一直持续 而令唐继根欣喜的是 筹备许久的服装复原计划 已经完成了第一件图样绘制 他的团队即将前往商丘 选取布料 开始制作 这一次就是在纺织这一块码 主要用码和丝绸来做这个材质 找了一些这种纯码的码线 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在当时 他们可能用这种码线 去进行一个纺织的 它这是有好多丝 有成了码你看 如果用这个码线织布的话 我们这个织布机 胜眼和猪眼 太粗了太毛了 有时拉不动 踢不动 由于纺织方式的限制 唐继根团队放弃了原本的打算 尽可能选择和粗麻相似的原材料 用古法制作服装小样 十天之后 他们来到商丘师范学院 在这里 他们找到了有制作古装经验的老师 一同执行第一件服装小样的复原工作 我见到的商代的人物的雕塑 不管是玉的 石的 甚至是桃的 他的一副小袖子 袖子都很小 比方说胶领虽然也有 但是更多的是对领 比方说花纹 这些本学都是有假的 唐继根团队复原的第一件服装 参照的是这件出土子殷虽的文物 在其身上 能够看到袖子 领子等 诸多商代服饰的细节元素 但在实际复原的过程中 仍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它这个袖子从上往下的时候 它都是比较窄的 就是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可能宽一点会比较方便穿嘛 对 现在我们的外衣坐1米28 对 就在这个位置 是吧 这两点 连起来 这个地方有点胖了 做胖了 我们不做胖了 袖子再长一点是吧 然后它袖子应该是有点圆 好 是 我们通过观察吧以后 然后再进行比对 然后再做出来 看看会是什么效果 好 除了考虑相似度 服装是否能够真正穿戴 至关重要 在经过几轮修改之后 服装整体轮廓已经确定 但在最后 他们发现这个人物服饰上 有一个位置 无法确定样式 看看这一个是多 商代的衣服的话 中间有一条服 也就是这个 有一些学者说 它可能就只是下场的一部分 就是那个裙子上面粘着的 当然也有学者说 它就是两片 一个是额外夹在这个中间 这个衣服的一片 所以您可以时间充足的话 把这两个款式 就是都做出来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 细致的观察 看是哪一个方案是正确的 从今天的穿衣习惯来推断 连接服的应该是一个腰带 但在文献中 并没有关于商代人 捆扎腰带的器材 而实力人也刚好用手 挡住了腰带的位置 在甲骨文中 有这样一个字 曾经一直没有被认出 甲骨学者 在联系各个朝代的代字之后 找到了一条 关于它的历史脉络 从唐代的九成功里全名 到东汉的孔标碑 秦朝的小传 战国的楚简 一直到西州的经文 代字虽然一直在变化 但演变的规则清晰可见 在由西州经文上推商代甲骨 基本确定了 这就是甲骨文中的带子 而唐继根团队 也决定将带 复远到这家服饰中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 寿袋和这个服 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 商代的这个寿袋 在它的整体比例上 其实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宽的 比较宽 对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辅 带 这些东西都是有讲究的 如果腰间寄了带 再来一个辅 就是垂直的那一条 这个就是身份 那么考古发现了 那个人偶 他前面画了一条辅条 那么我初步的感觉呢 那个人是个官员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但是不是特别的高 三千多年前 一个等级不高的小官 曾郑重地将府 记在带上 以将服饰代表的等级礼制 王朝统治的辉煌秩序 记在了文明的时间线上 此后更迭的王朝 继承和扩大了国土 有力延续着 以礼为核心的中华文明 这两件出土自阴墟的青铜器 已经清理完毕 即将入住阴墟博物馆 向世人讲述 墓主人特殊的职业和命运 在阴墟众多贵族墓葬中 M94号墓显得格外特别 因为从这一墓葬中 出土的青铜器上 刻有一个共同的个性签名 这是一个形似笑脸的神秘字符 解读出这个字符的含义 就能揭开M94号墓背后的谜团 让专家们惊喜的是 在十多片甲骨上 也发现了这个神秘的笑脸 虽然这样的甲骨数量不多 但是笑脸的后面总跟着一个真字 前面则是一个补字 这一规律 让专家们得以确认 M94号墓主人的职业 甲骨感知补和真之间的这个字 作为真人名后来被学书界是一致认可的 这个人就是占卜的主持人 这个占卜的主持人 大概有些相当于周理 宗伯里头的后来的一种占卜的史观 展恩 真人名 可以确定它是商朝真人集团中的意愿 根据目前已知出土的甲骨来看 商朝的真人有一百多名 在那个对占卜近乎痴迷的年代 几乎任何大事小情都需要通过占卜决定 真人就是在占卜中提出所补之事的人 他们向神灵提出疑问 与神灵沟通 有时也代王宣告神明 在钻鑿 烧镯与奇问中 为商王朝的一切事物寻找答案 这些真人他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有超脱于商王五丁的那一部分神职 同时他又有屈从于商王的日常生活 一时住行的需要 可以说是他对商王的一种代理人 真人伴随了商王朝最鼎盛的时期 却在王朝覆灭后 急促地告别了历史舞台 而后的三千多年 关于真人如何对国家大事进行占卜 甲骨上的信息如何解读 成为了人们不断猜测的谜团 门毅来自河南大学的青年甲骨学者 他所在的研究机构 对真人的研究已持续了十几年 新学期一时 他来到殷墟附近的村落 在这里仍有一些匠人 掌握着商贷占卜的流程 要学甲骨就得了解甲骨的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占卜的过程 所以说才要到现场去看一看 人家究竟是怎么样弄的 你看这就是从宅牛厂 拉过来的原材料 这个是做出来的骨皮 这是骨皮 那这个骨皮做好 做好了以后你再往上刻字 只有在出土过甲骨的安阳 才能找到像吴师傅这样的手艺人 它能在硅甲和牛骨上 还原出商贷甲骨上的 所有细节元素 制作出还原度极高的 甲骨工艺品 你们是根据那个踏片 踏片 对 根据那个踏片这个尺寸 出土的时候就这么个形状 那你就是上面贴一层那种 就是这个形状的纸 对对 把它把这个形状聚下来 聚成这个形状 在每一片商贷的甲骨的背面 都会有长拓形的凹槽 凹槽的旁边 对应着一个圆形的灼烧点 这些都是商人占卜留下的痕迹 一般就是说 它这边一烧灼 这边呈现出一个树枝 一个横枝 就跟那个甲骨的骨子是一样的 一的烟是一久的 一的久的 就能一的到这个地儿 一的都弄的这个地儿 一的这个地儿 它你烧一会 它肯定要往下烧狠一点 一的烧一的烧 这样烧它有量 量以后一带上 一的就这样烧 占卜仪式开始 占卜之人将要提出的问题 向神灵祷告 然后开始用火进行烧灼 在漫长的等待后 随着一声清响 甲骨被烧出裂纹 它被称为兆纹 这些长短 粗细 屈直不一的裂纹 代表着问题的答案 刻写之人将提出的问题 刻在答案尽处 这就是补词 原始的龟甲和兽骨 在经历了这场占卜仪式之后 才真正成为后世口中珍贵的甲骨 透过真人展生前留下的补词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真人 在商代公务系统的日常 身为贵族的展 平日的工作似乎并不繁忙 只在固定时间询问类似的问题 下一旬没有灾祸吧 今天晚上没有灾祸吧 这类询问灾祸的补词 是商代甲骨文最常见的形式 可以理解为例行公事 但看似重复无趣的工作 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一旦出现问题 必须立刻承报商网 商网肯定是每天都要占卜 因为商网它每天都有很多做不完的事 傍晚它都要占卜一下 这后面十天有没有灾祸 这一晚上有没有灾祸 所以它可以说它一事多补 它天天占卜 它离不开这些大的小小的真人 例行占卜 仪式多补 并为占卜配置真人集团 将占卜形成规范和制度 赋予国家大势小情 是商代人空前绝后的创举 也给今天的研究者 留下了走进神秘王朝的线索 真人展或许代表了 大多真人的生活状态 而它的一位同事 则和它的境况大不相同 从目前出土的十八万鱼片甲骨来看 它并非寻常真人 这位真人占卜的事宜 不仅有许多关乎国家的大事 涉及的领域也包罗万象 它的名字叫做翘 这个就磨这个三片 先磨正面吧 文艺老师的研究生团队 正在收集真人翘的所有甲骨 他们希望通过排列 整理还原翘的一生 将那段时间的历史连成片 在读甲骨片的过程中 就觉得翘占卜的内容特别多 无论是祭祀 战争 还有天象 田列 它都有 所以我就想如果能够系统地整理一下 它占卜的各个东西 各个方面可能会对它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吧 在收集真人翘甲骨的过程中 门艺和学生们发现 有翘名字记录的一千八百多片甲骨 不仅分散在全国各地 还有一些流失在海外 情况未知 甲骨本身一岁 在其出土的一百多年来 受盗掘 战争 运输等多重因素影响 导致甲骨散布在世界各地 在一个新上线的甲骨文网站上 门艺看到了一些流失海外 以前极少被注录的甲骨影像 其中就有一片带有真人翘的名字 这些影像的拍摄者 来自浙江大学图书馆 因为甲骨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 它的食物在海外 你很难把它再拿回来 我们一直希望做一个平台 把不管是在国内的还是在海外的 所有的这些资源 都能够以数字化的方式 在一个平台上面 重新汇聚起来 在网上看到咱们最大座的甲骨 是这种照片并且是很清晰 尤其是有那种甲骨色 甲骨的那种颜色 门逸找到了浙江大学图书馆的黄尘团队 希望他们在数字化的过程中 帮忙留意那些极少被注录的甲骨 您作为这个甲骨研究专家 你可以通过明录 然后我们跟这个明录再提上研究 那挺好的 我很期待你们再多出一些 流散到其他海外的这样的一些架骨 你那个看一下那个灯的那个线 浙江大学黄尘团队研究的 这套2.5维数字化设备 已经通过了测试阶段 新设备的第一次拍摄 定在了浙江省博物馆 把这个螺丝拧上 这样基本上就好了 这些管藏的珍贵甲骨 将通过数字化2.5维技术 在平面之外 加入更多深度信息 这项技术或许能对门逸的研究有帮助 如果是甲骨上面的蚊子 你看不清楚的话 你不要说对这个字词进行研究 就什么都做不成 大多时候 甲骨学者的研究材料 不是甲骨食物 而是甲骨的踏片和照片 因此不同的注入方式 严重影响着资料的清晰度 和信息完整性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 一代代甲骨学者 从本质上来讲 就是说甲骨 它是一种潜浮雕的那个东西 它上面就说是有刻痕 在不同的光线的角度下面 可观性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发现就是从不同的角度 给这个甲骨灯光的话 那么把它合成了以后 在屏幕上面 我们研究者也好 或者说是一个观赏者也好 它就能够看到更多的细节 这套设备采用了一个灯阵 作为主光源 用球目定位角度 从48个不同的角度照射甲骨 拍摄48张照片 全方位覆盖甲骨的 每一个刻痕和细节 最后根据球目的定位 后期合成出这种交互式的 2.5维数字化文件 在浙江省博物馆的这次拍摄中 翘的名字再次出现 拍摄技术的发展 让更加清晰的甲骨图像 不断扩充着 门艺团队的资料库 半年之后 真人翘的甲骨收集完毕 回首精彩的职业生涯 翘占卜的内容 涉及对外战争 大王的疾病 做梦 甚至配偶的生育问题 其中最多的是 关于祭祀和战争这样的大事 一组年的这个翘 它一共占卜了有多少片 它那个残断的 是也挺多的 有的时候只包括 是那一块 大概有1800多片 祭祀有300多板 战争的话是有200多板 那么翘这一家人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 从其他的甲骨里面 看它反映出来的 这个占卜制度 是那边有准备的 就算了 我们可以进入房子 还可以进入房子 是旅程的 一块消费 不可以进入房子 有两个小股 他不明显 不可以进入房子 因为 我们从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战争的关键时期 真人翘不断向神灵询问 到底是将领旺城还是将领止货来攻打威方 前方战事吃紧 伤亡武丁为此事焦虑而引发崖疾 希望通过祭祀祖先来驱除病痛 诸多的事情都交汇在了三千多年前的心有日这天 于是便有了这七十多条捕词 伤亡对这个翘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它囊括了当时伤亡武丁时期最重要的祭祀 战争 这套甲骨上的诸多细节 不仅还原了这段时期的历史 也让专家们看到了真人与伤亡之间的小秘密 在寻取哪位将领打仗这件事上 伤亡或许在占卜之前就有了答案 在六四八四这片甲骨上 与望城有关的捕词被刻写在甲手最醒目的位置 字体要比纸货更大 不仅如此 询问的语气也更加耐人寻味 他就是说我不去法夏威 我就不会受到保佑 左边就是我去法夏威 我就会受到保佑 不是两个意思不是一样吗 回首伤攻打威风的战役 伤亡倾向的将领是望城 其次也考虑止货 在编号六五二七这片甲骨上写道 比望城争夏威 而在编号4002则刻写着 令城先规 这些在战争过程中留下的不辞 都证明了望城最终被伤亡选择的事实 就是联合望城去攻打夏威这件事情 伤亡他肯定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虑 所以可能还是主要是伤亡的意志 甲骨补词都有固定的格式 如果用白话文你一段补词 甲骨上就会写 周四补小明真 这次考试能过吗 周四是占卜的日期 小明是占卜的真人 这次考试能过吗 是占卜的问题 补词旁边的赵文代表问题的答案 赵文如何解读 由谁来解读 仅靠补词给出的信息 人无从知晓 随着公布余词的甲骨越来越多 专家们发现 在少数捕词的固定壳词中 增加了解读者的名字 这个是比较完整 因为它是武丁时期的捕寻词 因为捕寻 它就是十天占卜一次 十天占卜一次 在这片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甲骨上 一共刻写了214个字 记录了一次例行占卜 询问下一旬是否有灾祸 当赵文被人解读 答案也被刻在了问题之后 目前解读赵文的补词 大约有一千多条 其中95%以上 都是伤亡亲自解读的 所以伤亡才是占卜的主要解读者 但是这个它还有厌词 这十天过去了 确实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到第五天 丁有这一天的时候 云有来解 果然有祸事发生了 土方骚扰了伤的东边边境 有两个城市都遭到了侵犯 从这片甲骨看 伤亡似乎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但无论判断正确与否 伤亡都会把控着解读赵文的权力 从而掌握着王朝的决策 6057这片甲骨由真人撬占卜 伤亡亲自审批 伤亡的意志在占卜中直观体现 而在另一类中 占卜者的名字直接变成了王 这些补词不仅涉及军事和祭祀 就连天际预报 伤亡都不再假守他人 从真人手中收回神权 成为伤亡强化王权的有力武器 上代晚期 第1第新时期的甲骨 甲骨占卜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由王和两个真人同时占卜一件事情 只有王补真的 他的那条补词里面才记下王战元 而另外跟他占卜同一件事情的 真人的名字都没有 我觉得在殷序时期 这个占卜制度可能造了 殷序的占卜的那种高峰 他什么花样都出来了 他每次占卜 他的设计 他的钻杂整治情况 都是为了达到他的占卜的目的 我们认为武丁他把占卜 当成一种当时的风气 他做了很多占卜上的创意 形成了他自己的占卜集团 这样啊 先把兵器装上 他那个复杂度就 就能看出是什么意思 这个月应该是有骑兵的吧 应该是这个 你蹲下服务一下底下这个 清华美院的陈南教授 正在布置他的个人展览 从军行 他这么摆的话 有点孤立啊 就两队人 一队又冲这边 一队冲那边 还是变成一只行军的 或者是冲锋的 这么一个一条场 这套艺术作品中 所有的图形符号 都取材自陈南创作的 甲骨文设计字形 在这位当代艺术家的眼中 甲骨文就像是商代的照相机 记录着那个古老王朝 兴衰的缩影 我做这个立体的甲骨文的目的 就是用文字 能不能把这个商朝的那个状态 给它再现出来 因为商朝的服装考证都很难 那要表现这种气氛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用文字 商人上午 大量战争主题的甲骨布词 诠释着当时的社会风尚 但如何完善从军行 才能让我们从文字一窥 商代军事的盛景呢 这个是最初的灵感 就像把这些军事东西全做成一条军队的行径 所有涉及到字都先考证一下 仔细地再掰扯一下 这让陈南想起了那位将商朝军事力量 带向巅峰的君王 公元前十四世纪 商朝的第二十位国君盘庚 为了巩固王权 稳定政局 决定迁都于阴 迁都后 商朝的国力虽有回升 却仍然难以颓势 直到盘庚的侄子武丁 登上历史舞台 才有所改观 武丁在位的五十余年中 阔江千里 四方诸豪兵符 国家大志 开创了华夏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盛事 要想弄清盛事由何而来 揭开商朝社会发展的秘密 商王武丁 就是那把最关键的钥匙 比武丁朝早的节奏 其实商文化是处于一个收缩的状态 武丁中心就稳定住了商文朝的继续收缩 目前殷须出土的甲骨文 绝大多数来自商王武丁时期 占卜的制度化 更令武丁时期的甲骨文数量众多 且字迹清晰 容易辨识 这让我们更加便于透过这些古老而陌生的文字 看到那段商王朝走向中兴的历史 我们以前把甲骨文分成五期 其中五丁的这个时期的文字 非常的大器 那我做字体设计 我一定要挑最好看的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安阳殷须出土了大量武丁时期的甲骨 其中除了记录王的世纪以外 还有一个名字频频出现 好 仅在安阳殷须YH127甲骨教学出土的甲骨中 这个名字就出现过两百多次 这个人究竟是谁 又为什么值得一国之君为他反复进行占卜呢 甲虚这一日占卜 翘真问 是否要立刻向腹椅祭祀 以服处好脚趾的疾病 是否要向母羹祭祀 服处好牙齿的疾病 显然 好是武丁非常关心的女性 连脚趾牙齿上的小吉 伤亡武丁都会特地向祖先祭祀 希望好早日康复 1976年 考古队在殷须宫殿区附近 发掘了一座非同寻常的王室墓葬 令好的身份大白于天下 这座区区中型规模的墓葬 净出土了近两千件随葬奇物 足以撑起一座大型博物馆 其中以后母心大方鼎为首的青铜器上 都著有墓主人的姓名 她就是备受武丁喜爱的王后 傅浩 然而 傅浩墓随葬品的种类之丰富 涉猎之广泛 令人无法忽略 她在王后之外的身份 女孩走 男孩动 对 给上去 好好去探 手去探她 对 用这个脚去当牵手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舞剧富豪的这一段 舞丁与富豪的双人舞 是有很特别 有特征性的 走 上 上 青年舞蹈家贺佳佳 正在对舞剧富豪进行副排工作 准备参加一档舞蹈比赛 脚露乱跳的感觉啊 抱住她 抱住她 不要不好意思啊 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走 上 这是她为自己青年舞蹈学业 交出的答卷 也是专为富豪做创作的舞剧 富豪的一生 也随着舞剧每一幕的展开 渐渐明晰 朝歌王城 桑陵设置 大祭司正带领着大家 祈祷着一场大雨的到来 这位头戴面具 癫狂起舞的人便是富豪 贺家家将这段舞蹈 作为整场舞剧的开端 一途开门见山 介绍商朝盛行祭祀之风 也揭秘了剧中女主人公 好最重要的一个身份 大祭司 薪酬这一天占卜 真人翘真问 富豪会怀上大王的孩子吧 同一天 真人更再次争问这个问题 舞丁占卜说 富豪将会怀上我的孩子 这件事是可信的 姨卯这一天占卜 真人兵真问 是否要富豪 对名为鬼的女性祖先进行祭祀 短短三条补词 记录了富豪参与的一次 重大而特别的祭祀 武丁迎娶富豪后 富豪一直没有怀上武丁的孩子 孩子的问题困扰着这对新婚夫妇 在新潮这一天 武丁召集三位真人 一起对此事进行占卜 春人翘 更先后向神灵提问 富豪会怀上武丁的孩子吧 在得到祖先肯定的回答之后 山王决定向祖先祭祀 来保佑富豪的孩子 而主持这次祭祀的大祭祀 就是富豪本人 右边是肉 左边是手 表示以肉祭祀 经文中 又增加了表示神主牌位的事 才演变成我们现在的祭 如果说为了孩子而祭祀 是富豪作为武丁妻子的心愿 那么甲骨文中 大量关于富豪祭祀天神 与先祖的补辞 则证明了富豪作为 王国大祭祀的责任与地位 所谓有天下者祭拜神 武丁时期所祭祀的神灵 是商朝最多的 其中绝大多数是祖先和自然神 但在一些甲骨捕词中 却记录着几次不同寻常的祭祀 甲骨写得很精准 富豪祖次祭祀 它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地高 祭祀是那个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内容 就像后来说的 再次与荣 甲虚这一天占卜 是否要向衣室举行求语之计 甲问 是否要用石阀石牛 来诱记黄淫 甲问 是否要诱记贤物 这些补辞中的祭祀对象 并不是自然神 或商人本族的祖先 而是异族大臣 而且 武丁对这些人祭祀的规格之隆重 远超历代伤亡的力度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般人的祭祀都是祭祀自己的祖先 那么商朝也还有祭祀一些 对国家的重大贡献的一些重臣 表示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起源于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 在商代 已经发展成了一套完整 规范的祭祀制度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统治 商人的祭祀对象 不仅局限在自然神和祖先神 也祭祀有功于商人发展的他族重臣 这增强了其他部族 对商王朝的归属感 在统一民心的同时 进一步巩固了商王朝的统治 祭祀其实有它的特殊的生活功能 它这个整个一套祭祀体系下来 还有一个一套仪式 这套仪式你该干什么 他该干什么 其实是有一套规范的 那么通过这么一套仪式 这套规范 那么这个社会秩序 就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就通过这些东西 它要把这个权力抓在手里 你觉得这个女兵 这个舞的感觉是什么样 舞剧的最亮的一段 就是这一段女兵 所以说我想让你们 现在首演《富豪初贞》这一段 看看那个道具和服装 这儿吧 这个是她的一个特别厉害的道具 我们俩把它拆了吧 拿个剪刀 剪刀 小心手啊 我怎么有一种刚出事 还有一种 你看这个身高 比你还高 对 然后你还得抡起来 对 尤其是看这个 这个大小 其实就照着那个出土的 这个比例去做的 贺嘉嘉根据《富豪初贞》 出土的青铜月 制作的一比一还原品 是整场舞剧第二幕的点睛之笔 更是此次参选节目的压轴道具 它是代表这个富豪 它是一个女将身份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在这个当中呢 就是要把这个月的这个 它的力量感呢 把它去好好的再呈现出来 月在商代是王权和兵权的象征 甲骨文中的王字 就是由月演变而来 这件富豪墓中出土的青铜月 上面清晰地交注着主人的名字 墓中陪葬的童哥与建卒 也说明富豪生前曾掌管王朝军权 他除了担任大祭司之外 还是一位在军事上能够有力支持 武丁统治的女将 经过三个月的复牌 贺佳佳准备拿出武剧第二幕 《金戈阵旅》参加比赛 这个亮相的地方 把它做得帅一点 把那个动作的那个点 你要把它破出来就行了 甲骨文的补词当中 看到了富豪经常去战场上打仗 或者说在青铜斧月的一个出土 富豪名文 所以说在这个当中 就会觉得 一定要设计一段 关于富豪战舞的一段 这个舞蹈片段 这一幕演的是真人占卜巡帅 富豪主动请应 征伐战场的片段 也是贺佳佳最引以为傲的舞剧片段 公演现场 敌军来袭 富豪高举辅跃 骁勇无敌 是贺佳佳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 设定的舞台形象 如果说舞剧富豪没有一段帅的战舞的话 绝对是他就不是富豪了 当我知道富豪这个人物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对他已经就是一个偶像了 富豪绝不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将领 在他短暂的人生里 曾亲自率兵 为舞丁征讨过北方的土方 西南的八国 东南的一国等二十多个方国 而这还只是舞丁执政期间 征伐战争的五分之一 如此频繁的战争 真的只是因为舞丁好战吗 沙漠战争分早中晚三个阶段 到了晚期 朱鞭的人强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舞丁来讲 他需要稳定大局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就引发和工方 和鬼方的一些战争 平常我就在楼上工作 来 看看今天能不能 把这搞定 这位为商朝披荆斩棘 开疆拓土的女将军富豪 不仅扎根在贺家家行李 也深深吸引了陈南 但如何把这位刚柔并济 气场十足的女子形象 跟舞丁一起融入自己的作品创作中 一时也难住了她 附好两个字 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创意 给它叠加成一个形象 这是比较难 因为这个好字里边有个子 好呢我就让它到这战车上 给它配上羽毛的羽 做头冠 装饰 好呢拿着这个月 拿着军事 让这个子呢 去驾车 当弓箭手 这样的话 这个子和好的 这几个字的纠缠的关系 就可以在这辆战车上 得以体现 直接描写战争呢 有残酷的感觉 所以我想描写一支行军的队伍 有骑兵 有步兵 有车兵 能不能在这支军队里增加 包括武丁啊 包括富豪啊 这样的角色 他们能不能变成这支军队 更加丰富的这个将军元帅 这样的一个战争场景 你们把那个打印好的那个 拿过来 咱们做一下那个模型的事 我们就快速地 就是这样把它剪下来 排列一下 整个的这个军队 是这么摆 还是围成一圈 分下风 我来贴这个 咱们一块弄啊 不用特别精细啊 我们现在主要是看 它都排在一起的 这个感觉 我故意把这个 表现将军这个富豪 这个我给它做大一些 这个是一个前军 中军 大元帅 就是武丁的这个形象 然后呢 骑兵在前 步兵在左右 随着阵型的逐渐展开 富豪手拿辅跃 冲锋陷阵 武丁身穿铠甲 坐镇中军 商朝军队 角逐的威势 逐渐显现 不好的话呢 作为这个大先锋 他督促了前军进攻 在这个中军 是一个有木 眉 鼻子 还有这个甲 顿 戈 由文字组成的 这么一个武丁的这个形象 远处的这个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征伐的那一方 这样的话就组成一个 有始有终的一个军阵 同心协力 通力合作 带领军队排兵布阵 这是陈南为这对 并肩作战的夫妻 增添的别样艺术气息 商朝的文物呢 其实今天出土的 是非常有限的 你看有青铜器 有甲骨纹 但实际上商朝的样子 我们并不是非常清楚 并没有一个 当年有一个照相 把它拍下来 但是我想文字 好像起到了这个作用 富豪与武丁 协同作战的故事 不止出现在陈南的创作里 真实的历史上 武丁帝后 确实藏携手作战 并齐开得胜 这条捕词就记录了 一场中国战争史上 最早的伏击战 战前 武丁和富豪制定战术 武丁率众攻击八方 目的并非消灭敌人 而是将八方的军队 驱赶到富豪埋伏的位置 从而一举歼灭 在武丁执政的五十余年里 共征伐了近百个方国或部族 使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力 空前扩大 不仅奠定了之后 华夏文明的基本版图 更促进了中原地区 与周兵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 东至海滨 北极大漠 南于江汉的泱泱大国 乙毛这一天占卜 宾针问 天地会把富豪带走吗 针问族乙会把富豪带走吗 针问大甲会把富豪带走吗 这个极尊重于宠爱于一身的女人 三十多岁就于事长辞 在富豪弥留之际 五丁失落地走到真人兵的面前 反复占卜 究竟是天地还是哪位祖先 要将富豪从自己身边带走 这一刻 他不是商朝的君王 只是富豪的丈夫 富豪离世后 五丁不按常理 将富豪葬在了自己 处理军政大事的宫室旁边 并在墓地上修建了想堂机制 这不仅使得富豪墓避免被盗 成为如今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墓葬 也让他们的爱情在三千多年后 仍为世人传送艳险 在五丁那个时候的谷子 凡是出现好的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富豪的各种占卜 战争 祭祀 占卜 是上古部落得以成长为国家与王朝的原因 安阳阴虚 考古专家何玉玲团队 正在对一座疑似车马坑的土台 做考古发掘 这是车位的话 这个车的铜器到时候 它这个顶头会慢慢地暴露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 这个是轮着 然后轮着旁边再过去 就是一个车厢 这样的话大家就出来了 我们从目前来看 应该是能够有这样的车 能够清理出来 在二十余年 殷虚考古发掘第一线的研究工作中 何玉玲已经主持发掘了七座车马坑 对殷虚时期马车的形质 来源等问题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看着很像 真有心有心有心 但由于年代久远 木坑中的木制品早已腐朽成灰 关于马车的种种细节 仍有很多疑问 我们原来发掘了以后 都是三千年以后 它埋藏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车厢也变形了 车轴身也断了 车员也移位了 因为我们挖的时候 它都腐烂成泥了 我们只是根据它腐烂以后 流失的那个灰烬给挖出来了 挖出来那个形状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车马坑 便是在阴墟 掩尸商城就曾发现两道 相距1.2米的车折印 郑州商城也发现过 大量的马车装饰 这都表明在商代早期 很可能就已经有了马车 乔老师你好 车有关的一些资料 我们的信息不是太全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来 想请你们帮助我们查一下 为了进一步 整合商代马车的信息 何玉玲找到了 在安阳师范学院的 乔彦群老师 对 这样的检索就非常方便 期望借助大数据平台进行查找 通过大数据检索 何玉玲发现 车在甲骨文中并不少见 下面这个也是车子 只是这个车已经被撞毁了以后 前面的车横没有了 车轴都断了 除了较完整的车 眼前这条捕词中 还记录了两个有趣生动的车子 甲骨王 网竹寺 小陈游车 马沃考王车 紫央一颠 这片甲骨上记录了 中国最早的一次车祸 甲骨这一天 武丁与手下田链 驾车追逐野牛 小陈游的马车 车轴忽然断裂 驾车之马受到了惊吓 导致武丁所在的马车轻浮 车上的紫秧也倒在车下 这条捕词中的车 与一般的车子不同 分别用文字画记录 车轴断裂 与车厢颠覆于车轴之下 除了这两个车子 甲骨文中的车子 还有多种写法和形状 如这个车子 有两个轮子 轮子上有浮条 有车轴与车缘等 这是甲骨文中 车子最完整的形态 也最接近于英虚所出土马车的造型 英虚已经发现了一百多辆的马车 它是当时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 我们从甲骨文献上能够看得很清楚 包括商王贵族 他们都出行都称着这个马车 但当时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产品 那么从英虚这个时期 就开启了中国的马车时代 一直影响了一千年 到了汉代以后 这个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全国共发现几十处商代车马坑 仅安阳英虚一处 就有近百座车马坑 每个坑都有约三到五架马车 且每辆马车都会配以青铜车马器 这不禁令我们好奇 商朝人如此不惜工本的制造马车 难道只为了贵族出行方便吗 较强的小臣跟随征伐方国 擒获了威方的首领矛 杀掉了一千五百七十多人 战利品还有两辆车 一百八十三个盾牌 五十个箭袋等 由此可见 商朝时的马车已经投入战争 难道军事用途是商朝生产马车的主要原因吗 我们知道在周五王灭伤的时候 他曾经用过车兵和车战 他就用车来体现一个军队的 一个国家军队的实力 那么你就可以想象 这个战车它的重要性 公元前1046年 周五王以战车军团为主力 在牧野击败了数倍余击的 十七万商朝军队 这一战就是著名的牧野之战 周五王取胜的秘诀 就是它的300辆战车 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可以看出 马车作为战车使用 在当时还是比较频繁的 在那个年代 平原上的战车 或许就像今天的坦克 是所有步兵的恶风 整齐的排列 几十辆车甚至上百辆车 同时进发的时候 对对方的步兵方程 会增加一个强大的冲击力 这样的话 它对对方的一个心理政策 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种古代坦克的驾驶 和乘坐方式越发扑朔迷离 何玉林发现 商代马车车厢底座 都在一平方米左右 乘坐一名成年男子都有困难 商晚期的车厢高度 更是只有半米 人在移动的马车上站立 难道不会轻易地摔出车外吗 马的鹅跟马怎么去联合 这个联动 这个车厢到底能坐多少人 人的坐姿驾车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这些都是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 何玉林需要有力的外援 早 大家 早 怎么样 红伯 好了 装配系统测试了 顺利吗 顺利 顺利 现在可以体验 连到这台电脑 咱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看看整个的效果 表裔这边怎么样 比方有 天津大学的寒冬 从2001年起 就开始了把现代科技 融入文物古迹领域的 研究与创作工作 再看看其他的 在近20年的数字技术研究中 寒冬团队做了很多 古文物复云的工作 怎么样 有标的线是呢 这是那个 小儿线的第一 找盒子 这个这个 可以吧 可以 这种可以 这种数字技术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破坏和接触文物 就能对文物拆解分析 在非接触状态下 为文物建立数字模型 并通过全面数据 进行更加精准的仿真模拟 咱们国家实际上 是一个文物大国 咱们对这个文物保护 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现在三维的这种采集 实际上是一种 全维度的这种数据采集 为组装的这种状态 我们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采 这样的话 数据是分散的 是完整的 我们用这个数据 就可以做很多的工作 不同于其他文物 三千多年的埋葬 木制的车辆早已腐朽成迷 虽然经过考古专家 精细的发掘 使得马车还保留了 完整的轮廓 但马车各部分真实的尺寸 纹理 色彩等细节 都已经无法肉眼看出 这给寒冬团队 还原马车的原始样貌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特长不明显 它就要反复比对这点 基本原则 不点最少的十厘米的 一个分布就行 这如果这边的 这宽度太大的话 中间补一些点 就因为它的外延 都是在土的位置 不要贴到文物上面 为了帮助何玉玲探究 马车实用性的问题 寒冬团队 首先要对车马坑文物 做布点标记 三维扫描工作 进行全面的数据采集 为还原马车的 基本结构做准备 现在集中采一下 那个轮轴中间的部分 好的 看看怎么样 分布采集 反复扫描 寒冬团队 为后续马车的软件拼合 提供了扎实的 数据形态支撑 目前我们现在 有这样的一个数字技术 能够在电脑上去模拟 我觉得这个 无论是人力成本各方面 还是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考试问题 这是最关键的 当寒冬团队 将所有马车 采集的基础数据 在计算机中 重新拼装后 一架相对完整的马车 就呈现出来了 我这边数据处理完了 你要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是这个模型 模型都拼合完了 对 拼合完了 细节还不错 这个红包 要一块看过来 看看咱这个 连续采移的成果 把马放进来 就这个马现在 有点偏小 对比这个车子的话 确实是 你看咱现在马 正侧的视角 马头的高度 跟那车轮的高度 差不多了 对 如果要是这样架的话 后面这个车斗 那还是清斜的 对 那这玉手的 玉手在上面 无论是站还是跪 都是一个不舒适的状态 它会往下滑 但他们也发现了 虚拟重建的商代马车 印证了何玉玲的诸多疑问 实际上这里面 应该有很多未解之谜 比如说车厢的空间 确实局促 特别是它这个车辆过重 马匹过小 那它的拉力怎样 来 汪老师 那你随便坐吧 现在等于是复原了 咱现场的这个情况吧 所以我们在这测量基础上 又做了一个模型 驾车基本就是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看一下那个top试图 复原完之后 我们发现的问题 我们发现马的高度 跟轮子高度几乎是一样 这马感觉矮了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 车员过来 这轿箱是倾斜的 马要再高一点 那清洁度就更大 这样的话 它乘坐的这种状态 所以原来有一种结构 我们在挖的时候 有一种结构是 车员是这样先瓶子过去 然后折上来 折上来的 它你要是直接搭的话 这个车就翘起来了 看到重建的马车模型 何玉林更加确信 湾区的车员 更符合人们乘坐 我还在打电话 我问我这个马 它大概过估计出来没有 那个你知道 我们的阴虚的那种马 大概有多高纹 差不多一米四左右 那个车的马 我印象中 一直到先前的马 都不是太高 好嘞好嘞 那我明白了 基本上还就是一米四 看这个比例 还真差不多 你看 关于商代马车的构造 与使用方式 还存在很多未解之谜 但在考古学家的数据支持下 关于它的时代应用场景 专家们已经有了很多推测 那么马车在那个时候 你不要打仗 它可以起一个指挥的作用 它是个平台 在日常生活里头 它是个身份的标志 我出行 我可以省体力 当然还有打链 它可以装载东西 到目前我们发现的 商船马车 大概有一百多辆 一百多辆 当然是分布在 很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段里头 所以相对的说 你把它一分配 它又不是那么的多 它仍然是一个社会 的奢侈品 只有少数的人才能有 精巧的设计 复杂的工艺 昂贵的原料 让马车成为当时 绝对的奢侈品 要制造这样一辆 三千年前的超跑 少不了商朝的 核心生产黑科技 在车子的甲骨文写法中 车轮外侧 分别会画一道短画 这两道短画 就与马车的一个 高科技零件有关 胃 是马车车轴 与车轮连接位置的固定键 位于每架马车车轮的外侧 用来阻止车轮与车轴分离 特殊的功能 决定了制造 胃所用的材料 必须非常讲究 质地太硬 容易断裂 太软 则不耐用 这便是马车上的高科技零件 那么 伤人是如何巧妙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样成熟的青铜器又是如何铸造出来的 在已胃这一天 伤亡铸造铜器 并用生鞋来祭祀会顺利吧 这条捕瓷中的铸是这样的 一个人用双手将顶利中的熔液 灌注到另一个作为母子的器皿中 其中的黄铝就是铜料 从字形中 我们便可以看到商人铸铜的过程 虽然青铜器具体的铸造方法 在甲骨文献中已经没有了记载 但根据现代多学课的综合研究 铸造的迷雾早已拨开 差不多了 够了 够了 南昌航空大学万宏老师的课堂 就很好地解释了 关于铸造原料的问题 大胆的 胆大心细的 这节关于航空飞机模型的 砂型铸造工艺实验 所用到的胶筑原料 便是当今航空铸造零件的 关键原料 铝合金 它的合金原料配比技术原理 便脱胎于商朝时期的青铜合金技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铝合金加了丝 进行变质以后的这个效果 这个合金配比技术 它在古代就起源于这种夏商周 像这种合金的熔炼技术 我们为什么不用纯的呢 要配比其他的一些合金呢 主要就是提高这种材料的一些性能 中国古代青铜锡的锂 比如说钉 针 那么它的这个一般是青铜 那么青铜这个含锡 那么在15% 它的这个韧性好 那么做兵器的话 它要硬 它会把锡提高 那么这个锡的含量 能够达到25%的样子 那它就可以磨得很锋利 用不同的合金配比 制造出转硬适当的青铜器 并解决了制造马车车位的问题 合金的出现 是金属铸造石上的一次 重大技术突破 青铜合金的发明 就像近代的钢铁液 可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一样 它的出现 使人类历史进入新的阶段 青铜时代 在商代 青铜冶炼 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还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就是经过我们的研究 它的配方 它的制作工艺 都是非凡的 而且很有些器物 有些我们到现在 高低的僵尸都做不出来 铸造青铜部件 对商代人来说不是个难事了 特别允许我们这个时期 已经能够做各种各样的 大型的青铜锂器和容器 这个是当时核心的一些技术 它就是说 当时铸造一个车 它有多工种 共同来完成 基于咱们采集这些数据 做一个瀑布的模拟 您有什么直观感受 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性的一些东西 我们在发掘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有一些构建 有的我们发现它外面有漆皮 还有那个草席 原来马车的装配远不止于此 还有很多配饰 弓箭 武器系统 这个配饰系统 还有架系统 马鞭子 这个都很像 我们叫铜侧 我们发现有鱼的 有象牙的 也有骨质的 一辆马车的制作 需要由青铜铸造 鱼器制作 骨器 等各项手工业的相互配合 才能完成 当时铸造一个车 我想至少应该有十来个工种 在共同地去完成一个车 像流水化生产似的 甲骨文中 步伐关于手工业的记载 其中的百工 多工 就是从事或管理手工业的工官 丁茅这一天占卜 真问 另追继承他父亲工官的职位 是否吉利 这条补词 向我们说明了 商代工匠的培养体系 一个家族世代从事某一种手工业 父辈死后 在由子辈中选出人才 继承父辈的官职 父业子成的模式 确保了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 商代制造业的先进性 不局限于某一工种的精进 而在于各工种间的配合 阴虚王城的考古发掘显示 围绕王城城四方分布着一个手工业区 直属王城管辖 其中包括青铜野柱 玉器制造 纺织制陶等多种作坊区域 这些区域不仅相互比临 而且在布局规划上也很有讲究 这种手工业很发达 协同性相当地高 考古发现的作坊 比方说柱从作坊 往往边上就有个制古作坊 甚至边上还有个制陶作坊 你都想象不到 它是一个协调的几个工业环节 那个柱从作坊 刚不要离这个制陶那么近 因为做一个铜器 铸造就那么一小会的事 做逃方者的花纹 那个要消耗掉几十倍 与铸铜那个差了间的时间 所以它要协调 当人类学会制造 一个新的世界便呼之欲出 马车是一个王朝 非凡协作的成果 它的发明定义了 这个时代的生产力 青铜时代的技术革新 更是按下了 人类改造世界的加速键 对 我们看一下 莫老师是不是已经接入了 莫老师好 莫老师好 大家好 今天就通过这个视频会议 介绍一下我们这边 AI的一些应用 这里有一个通过人工智能 自动去做垃圾分类 分类完了之后 我就把它放到 对应的垃圾桶里面去 这支国内顶尖的人工智能团队 正在为首都师范大学的 甲骨学家 莫伯峰进行技术演示 多年来 莫伯峰一直相信 要攻克甲骨文破译这一学界的超级难题 新技术的跨界融合 必不可少 目前被发现的甲骨文字 约有四千个 已被破译出的 还不到总字数的一半 如今 每一个新字的破译 都可能给商代历史 增添新的注解 2016年 中国文字博物馆 甚至针对甲骨文破译 展开悬赏 金额是一个字十万元 在公告发布两年后 仅有一个字的破译成果 赢得了这笔奖金 该字的形象是这样的 这个字的考试 或者说我对这个字的关注 时间应该是比较早 因为大概学界对它 也都比较关注 它毕竟是我们的一个未识字 就是好多年 大概几十年之内 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 这个彻底的解决 考试这个字是比较幸运 恐怕还是有一些机缘在里面 在蒋先生没有考试出来之前 我们其实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字所在的补词 它是处于商代的晚期 那么很有可能 它跟商王朝最后的灭亡 有某种联系 那么这个小草形状的字 是如何破译的 它和商代灭亡 又有什么关系呢 莫伯峰决定发起一场 甲骨学界的武林大会 号召李静 谢泽成 等几位博士组成的技术团队 一起把蒋玉宾 破译草形字的方法 交给一位骨骼清奇的学生 人工智能 希望他学成之后 能令未来的甲骨文破译工作 如虎添一 好嘞 各位同学 大家来拿下流酸纸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要干的这个工作 多拿一些 我们今天在做这个目的 其实就是说 我们要给这个人工智能 当个老师 把这些甲骨文的知识 交给他 比如说这个 合补11242 合集的36512 在已破译的甲骨文中 大读字形 具有清晰的演变规则 比如王 鱼 归等象形字 沿着文字发展脉络 进行字形对比 是甲骨学家重要的破译方法 因此 辨别字形是计算机学习的基础 莫老师和同学们 要将所有的甲骨文和经文 重新唐超清晰 并录入计算机 为计算机量身定做一套 十字入文教材 深圳的李静博士团队 是计算机的开蒙师傅 教导计算机 将这套教材学以致用 识别不同时代的文字写法 大概画一下吧 甲骨文到经文 甲骨文特征提取文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经文的特征提取文 来将这两个空间的特征 相互拉近 这样的话 甲骨文文字和经文文字 特征相似的两个字 就会靠在一起 经文也叫中顶文 它诞生于商 星于舟 灭亡于秦 对这种青铜器明文的了解与研究 早在汉朝就已经开始 并且延续至今 因此 经文是甲骨文研究 重要的辅助文字 一个月之后 李靖博士字型模型 有了初步的进展 李靖博士的这个 字型方面的预测模型 他做了一些 和甲骨文字型的比对 真的就和人这个识别的效果 好像感觉是差不多的 这一行 这一行都是这个经文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模型 好像还真能感觉出来 甲骨到经文之间 有这种眼睛的这种关系 人工智能果然找到了 跟草形字相像的字型 答案会在其中吗 验证的方法 是将这些字型 放回补词当中 结合上下文进行验证 甲骨补词显示 草形字后面 通常是商代方国的名字 看来 要了解草形字的含义 要先理解 商王朝与方国的关系 商王直接统治的王基地区 大概只有如今河南省的一小部分 其他的大部分地区 则是由商朝的附属国族 以及方国混合构成 甲骨文提到的方国 就有一百多个 他们与商的关系也并不稳定 处理和方国之间的关系 是历任商王 极为头疼的事情之一 杨国受到了工方的侵扰 派使者向商王朝 进贡了硅甲和奴隶 祈求商王派兵援助 工方也曾多次进贡商朝 商王最终决定向工方发起反击 像杨国这样的友好方国 会定期向商王供纳 以寻求庇护 商王必须权衡利害 决定是否出兵 而像工方这样的方国 大多是被商的国力所震慑 商强盛时 方国沉浮于商王 一旦商的实力衰落 就会有方国反抗叛乱 商王朝崛起的时候 在推翻夏王朝 那么当然夏王朝有很多盟国 可能要跟这些伙伙传打 所以一路打回来 到了中期的时候 商王朝力量很强大的时候 他跨过长江 那么他就可能遇到江浪的国家 可是到了晚期的时候 周边的方国崛起 这个商王朝其实 从五六百年的历史上看 放肆了不停的 你杀我罚 就这么走过来 其实也很辛苦 那么从武力展方面来讲 我觉得说计算机 他如果能把大量的这种古代文献 都放到他的库里进行计算 去培养他的这种语感 那么他有可能 比我们专家这种语言的感觉还好 专家发现 草形字后面出现的方国 都发生过叛乱 这个字一定和叛乱方国有关 要让人工智能判断草形字 与叛乱方国的关系 就要训练他理解语义的能力 谢泽成博士 是人工智能的语感师傅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 他要将约八亿字的四库全书 录入到计算机中 其目的除了培养 人工智能的语感之外 也能让人工智能系统化地学习 汉朝至清乾隆时期的 中国古典文化 希望此举能帮助人工智能 理解草形字与叛乱方国的关系 为了让穆伯峰团队理解 人工智能语义模型的工作机制 语感师傅谢博士 发来了他设计的测试案例 他这个是开头语言 我什么你在一起同住地球村 八千里路云什么月 你什么我一起去好吗 他把中间有一个字 专门用这个Mask挡起来 其实我们同学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都能知道是什么字吧 对 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计算机 他也来做一个这样的测试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么看到最后的结果 其实就跟我们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说计算机它现在可以具有像 人的语言的某种能力一样 然而如果被遮挡的字是草形字 人工智能也能凭借语义模型 得出正确的结论吗 字形师傅李静和语感师傅谢则成 各自完成了人工智能模型 莫伯峰决定亲自前往参与测试 把我们实验结果展示一下 那就是我们现在这边是甲骨文的字形 这边是它根据甲骨文往经文演变的规则 然后看应该是经文当中哪个字形 比如说这个是第一个推荐的 你再往下看一几个 第二个 这个就是甲骨文的D字 看这个字是效果还不错的 应该是认同都是没有问题 再换一个 我们甲骨的这个 像小草一样的这个字形 它应该计算机判断 它跟那个经文当中的屯子 比较符合甲骨到经文的这个演变规则 那么看这个效果还不错 人工智能根据字形演变 判断出草形字对应的是经文中的屯字 在莫伯峰看来 人工智能的字形辨别能力已经合格 然而 在那个文字数量有限的时代 文字的写法稍加变化 就能代表多个含义 在已破译的甲骨文中 屯字可对应四个字形 它们的含义分别是 全部 一对 祭字的人生 显然 这四个含义都与叛乱方国无关 草形字的字形虽然对应了屯字 但一定有着新的含义 人工智能的语义模型 已完成四库全数的初步学习 沐伯峰给模型输入了十条包含屯字的不词 把屯字遮挡住进行测试 看人工智能能否根据前后文字推断出缺失的屯字 我们看一下那个屯字 好像是no 确实是比较难 机器在根据羽翼进推断方面 确实推不出来这个是屯字 在羽翼模型推断出的前一百个被选项中 并没有屯字出现 难点就在于说 我们没有 其实并没有很多的甲骨文数据 那我们就只能够用跟它相近的草带 莫老师那边给我提供了一个四库全数 这个四库全书它的语法规则跟语料 可能已经距离甲骨文时期已经比较远了 起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仅仅依靠甲骨文文本内容来判断草形字 似乎还存在困难 那么换一种思路 从商末方国叛乱的真实历史切入呢 《四库全书》 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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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方国联盟发动了著名的木野之战 一夜之间让昭歌成为了历史 遗憾的是 这场颇具传奇色彩的战争 并没有在甲骨文中找到 而在草行次后面多次出现的方国 人方 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历史维度 去探寻木野之战背后的故事 人方属东一族 征伐人方是商王朝最后两百年的重大事件 武丁 康丁 地心等多位商王 都对人方进行过征伐 但人方却异常顽强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对商的统治构成巨大威胁 左传《昭公十一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意思是说 昼王攻克人方 却因此失国身亡 第新九年 人方又一次侵扰商的东土 商王多次对是否要联合诸侯一起 讨伐人方进行真补 此时 商与人方矛盾愈发尖锐 这是即将出征的日子 商王按照惯例 举行了一场祭祀仪式 在这场祭祀仪式中 商王宣告 东南的人方蠢蠢欲动 多次侵扰商朝领土 掠夺人口与物资 如今 他绝对商与物资 他绝定亲自率领大军 远征人方 勤获敌手 祈求祖先的保佑 半个多世纪以来 学者们对这场战争的补词 做了系统整理 基本还原了战争的时间 行军路线等诸多细节 第新十年九月 商王率军从大义上出发 沿途经过多轮补给 近一百天之后 到达邮这个地方 并停留了三十二天 与仁方的主力作战 最终 在秉武日 抓住了仁方的手里 故室 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破碎的 颅骨课词 其上有六个字 人方薄 足以乏 大概意思是说 人方首领的头颅 成为了商人祭祀的祭品 商朝对人方的血腥镇压 人方对商朝的深仇大恨 人类社会复杂的组织结构 和族群意识 以目前语异模型的学习成果来看 还无法用算法去推演彼此的邦交关系 也就无法理解 出现在人方前面草形字的含义 人工智能领域 可能现在最难解决的 还是自然语言处理这一块 也就是我们说语言模型这一块 它有一定自己的局限性 它对这个数据的要求量 然后在一些 不是特别常用的文字的预测上面 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回到北京后 穆伯峰和破译草形字的老朋友 蒋玉斌聊起了这次实验 蒋兄你那会儿 比如说看那个字 你这个灵感是怎么一下就来的呢 就是有突破的 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节 就是把它的字形向里面 就认为它跟那个囤那个相关联 对 当然解决完字形的问题 你要为它找一个出口 对 要考虑它究竟在语境里面 它是怎么用的 这个时候对于语意 对于上下文 这些方面考虑自然就要更多一些 那比如说你已经确定那个词了 你那会儿是说 是从读音去找的 还是从意义那个角度去找的 去提到这个出来 还是从音上找的 还是从 对 那这个囤呢 我们要按照它的 这个字形表面的意义去理解 在这个词里里面 绝大多数的词里 都是这个读不通的 对吧 那就只能是考虑 它可能是一个 这个被借用来表示某一个词的词 那么然后又从语音上来看 这个囤呀 跟春天的春 是接近的 它就是春的生服 然后呢 又可以读为 蠢动的蠢 这个叛乱的方国 就可以说 蠢 某方 蠢在甲骨文中的写法 像出生草木的幼崖 这个文字的发明 最早形容的 正是草长应飞的春季景象 后来 蠢字的字形 加上太阳和崖苗 便形成了 专门描述春阳普照 万木滋容的春字 而后 在春字下面 又加上了 正从冻土中复苏的虫舌 专门描述春季时 万物萌动的状态 而蠢字 最早的原形 正是草形字 豚 它所描述的 正是商末 蠢蠢欲动的周边方国 通过这个蠢字 它的蠢蠢欲动的这种意思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在桑代末期的时候 桑王国的四周 各种势力 蠢蠢欲动 危机四伏 可以这么说 桑中期 它扩大得很厉害 那么随后是周边 各个方国的崛起 反过来压缩它 那么西边是周方 那么东边是仁方 所以你看从甲骨人上 看上桑王上晚期的时候 不断地派出 派人去争仁方 这个时候 周方 联合西方的一个 方国联盟 趁虚而入 那么推翻了商王朝 蠢字的破译 将商与人方的百年恩怨 重现在我们眼前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中 从未真正屈服的人方 一直蠢蠢欲动 屡战屡胜的商朝 也并非赢家 反而是周人 趁着商王 征讨方国 内外交困之际 伺机壮大 最终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 正是一字甲骨 堪破商朝覆灭真相 倒进两朝 百年春秋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优化 李静的字形模型 效果显著 能将多数甲骨文 金文 汉字 一一对应 谢泽成的语意模型 在前五个选项中 已经能推算出 大约20%的常用甲骨文字 这两项成果 均能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甲骨学家省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完成一些重复 繁琐的筛选工作 在未来 当先锋科技 可以更加精准地辅助人们 解读古老文字 甚至提供新思路的时候 那两千多个未被破译的甲骨文字 那个隐藏在甲骨斑驳迷面里的强盛王朝 或许会更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甲骨再现人间的百年来 应需土地遍布学者们的脚印 他们以严谨前进的姿态 叩吻黄土 从黑白踏片间 复原古老文明上年幼的面目 商王乘车 寻性似土 石城填炼 富豪东征西伐 短兵相接 真人占卜 人神相通 祭司乌武 叩拜仙